這次優卡公司捐了兩千份的居家悠遊包 裡面包括有餅乾、豆奶等等 讓市民朋友在14天的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的過程當中 至少可以吃一下餅乾 松山石油宮、陳庸董事長捐了我們三千份的關懷包 裡面還有馬祖的去溫湖、農民地 也是希望有這些居家隔離的朋友有一個關懷正面的力量 江海城王廟取消了今年的繞線活動 費用省下來捐了七千支的電子體溫劑 等一下黃山山副市長也要來報告一下 我們臺北市的緊急的紓困方案 我們就按照著隨著疫情的發展 逐步的擴展我們的紓困項目 那千人防疫就業方案也開始在上線 那還有防疫旅館 我都覺得這個是這樣 在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會按照疫情的發展 適時的推出各種政策 在過程當中我們更需要整個不管是個人 或者是企業 或者是社會團體 給臺北市政府的支持 讓我們可以公私協定 更容易打贏這一場疫情的戰爭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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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